中国是一个注重家族,不重视家庭的社会,张嘴就妻子如衣服,小家庭根本不重要,所以你看中国人对待女人很差,中国对待孩子很差,但是中国人很重视宗族,宗族讲的是关系,讲的是人情,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规则,中国社会不讲规则,不讲规则就讲人情,讲关系,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,如果你讲规则的话就不会讲关系,讲关系就不会讲规则,这两者是此消彼长的过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